好 另外要来看到这一位是苗栗县消防局特搜队员田志中 他身高183公分 拥有健壮身材 不仅是消防阅历主角之一 还是网友大家口中的帅诈消防员 不过日前他在执行搜救任务的时候 不慎跌落到10公尺深的陡坡 由于伤势很严重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 坐上去 坐上去 我有事的 我有事的 坐上吊篮 表情痛苦 他是苗栗县消防局特搜队员田志中 执行山区搜救时受到重伤 紧急搭上空情直升机送往平地就医 小田 你出来了 超强 一只手继续走 前往空情直升机的路上 田志中忍着痛 一步一步自己走下斜坡 让同仁看了 好心疼 原来27号当天一名女生有报案 在雪山山芋迷路了 田志中跟着同仁 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搜寻找人 却一个不小心跌落十公尺深陡坡 导致左手腕骨折 气血胸 左胸肋骨也断裂 山高一百八十三公分 有着健壮身材 其实田志中在消防界少有名气 德国消防署凤凰蒋 还是消防院里主角人物之一 更曾在一场社区救援中 被拍下照片PO网 成为网友口中的帅诈消防员 不过他已婚死会 恐怕让不少粉丝失望了 这回田志中出勤受重伤 能开口说话 但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县长探示送上卫文经 院方也表示没有伤到大血管 是不幸中的大幸 外界也都祝福这位帅诈消防 早知康复 记得彭光许苗栗报道